那您是如何来评价目前习主席的这个欧洲之行的呢 那么我们说这次习主席反而获得了欧洲国家的一个很高的领域 那么这本身表明就是说中国在世界上 经过我们这几十年的不断发展 我们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经济地位都有迅速的提高 那么我们说这次欧洲国家对习主席的特别领域 那么从另一方面还反映了欧洲方面他们的一个角度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对于欧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伙伴 那么光在政治上特别是在经济上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各国在经济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处在一个低迷和恢复之中 那么他们认为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机遇 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合作 对于推动他们自己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那么所以在这次访问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欧洲国家和习主席的一个会见也好 那个欢迎场面也好 都是非常隆重的 这反映了中欧关系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张老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习主席的这次欧洲之行 他是怎么样来表示这个在美俄现在角力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的中欧关系的 那么我们说当今的世界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应该讲它世界正在朝央一个多极化形势发展 那么在这个世界中 中国和欧洲是两个主要的一级 那么中欧两国应该讲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共同利益 也有很多的共同的一个对国际思维很多的共同观点 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 但是我们想就是说中欧双方他们有很多互补性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就是个迅速发展中国家 那么欧洲它是一些发达国家 那么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管理都有很成熟的一个模式和经验 那么两国对双方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 那么中欧之间的合作 如果他们能够产生沟通平等合作 那么他们对于维护世界的一个稳定和和平 那么推动世界的一个繁荣和发展 应该讲可以提供非常积极的一个正能量 这不管是对中国也好 对欧洲也好 包括对世界也好 都是如此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直播的子午线 稍后您还将看到 谢谢您的观看